哈囉大家好,189 今天早上讓很多中南海聽床師絕望了 習近平在北京接見了越共主席蘇琳 比起上個月接見任何外賓 包含義大利總理的規格來的高 而習近平明顯沒有在中南海中彈 即便習近平現身了 還是一堆人在推特上嗆 這肯定是替身啊,是吧? 那為何呢? 他們質疑的點又在哪? 首先,央視在11點43分 直播了這一個接見的畫面 但這全部都是大遠景或是遠景 頓時分不清蘇共主席旁邊的是包子還是饅頭 其次,在直播的同時 沒有任何一家中國的媒體 在第一時間發出配上圖片的文章 都只有簡單的文字描述 所以這些種種都令這些反賊網友們覺得 這肯定是習近平的替身 所以弄了遠景,對吧? 習近平已經被架空被奪權了 甚至他有可能已經躺在病房快掛了 不管是之前的三中全會中風 或是前幾天在中南海槍戰 哦,被被碰碰碰是吧? 我是覺得這樣啊 有沒有可能前幾天 習近平在中南海被東風飛彈打中 現在還在醫院急救 這個被東風飛彈打中應該救不了了 呵呵 但我們可以發現啊 雖然央視的直播只有單機的遠景 沒有特寫或是近景 甚至切到別的機 我們可以透過直播中的畫面看到啊 前排也是有非常多的記者媒體 拿著攝影機、相機、甚至手機在拍攝 對吧? 這個離習近平跟蘇共主席的距離也是蠻近的 所以我就跑去越南相關的新聞網站 影片網站看了一下 越南新聞台有放出近景的影片以及圖片 而且在直播結束之後 大概下午2點多吧 中國的各大媒體啊 也放出一些剪輯過的短片 配合央視的遠景 以及他們在周邊拍攝的近景畫面 是吧? 而華春瑩啊 則是在下午1點多的時候 率先轉發了 習近平與蘇琳在外網上的合照 他發推特嘛 但是一樣被很多中國網友說 這肯定是批圖 是AI合成 可是不同角度的現場照片 越南媒體也有發布啊 而且率先發布的就是越南媒體 但是稍微對比了一下 越南媒體拍攝的跟中國媒體拍攝的 區別在哪呢? 越南的直上沒有調色與修圖 而中國媒體稍微有調整修圖跟配色 還記得上個月習近平去參加了 蘇共前主席過世的告別式 那個時候中國媒體發的影片也好 發的圖片也好 也都是等越南方先發布之後他們才發布 而且這兩個對比圖也是越南的沒有修之上 中國媒體這邊是有修圖的 所以啊這不能證明習近平他是合成的 或是他是一個替身 只能證明習近平比較愛美啦 當然不可否認 畢竟習近平的年紀也那了 氣色肯定不如三年前五年前來的好 像是我的身體狀況也沒有18歲的時候 來的血氣方剛 來的蓬勃有朝氣對吧 近期習近平的身體狀況確實不太好 所以需要修圖潤色一下 從習近平這一年以來 不管在他們自己國內或是在國外開會 或是接見其他的領導人 我們可以發現他桌上擺放的杯子 都有另外一個專用的杯 而那個杯子都是不透明的 你說怎麼可能下毒呢 你如果到法國去參訪 法國給你下毒 那法國要負最大的責任 所以安保這些絕對都不是考量的問題之一啊 所以為了不讓習近平的身體狀況被完全證實 所以啊避免了一些直播的特寫 以及無修圖直接曝光於媒體上 還有習近平在會議上喝的那個黑色鋼杯 就是不讓大家發現他到底喝的藥物是什麼藥 我猜測比較有可能是這樣 但怎麼樣應該都比中南海槍戰啊 習近平掛了來的有一點可惜度吧 那我們要知道尤其是極權國家 領導人有替身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普丁不就好幾個了嗎 而且在戰爭狀況下的烏克蘭總統也有一兩個 但烏克蘭總統的那個替身實在是 相似度非常的不像 可能只有50%到60%而已 身高也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習近平這次出場真的是替身 哇那個相似度可能有90%甚至95%啊 而且身高也很相似啊 感覺就是雙胞胎兄弟一樣 但是啊還有一個點很重要 你要找到聲音相似以及外貌相似 雙重條件都吻合的非常困難 更何況這次接見的是月共主席 規格非常之高 眾目睽睽之下又有外國媒體在拍攝 不可能是替身啦 加上彭麗媛習近平他老婆也在場 而且雙方領導人直播走完紅毯之後啊 就進去人民大會堂開會了 雖然現場央視也是用這個遠景鏡頭拍攝 但習近平是有講話的喔 你說現場直接改成AI換聲音 那這個也是後期後製去換的對吧 你現場講話如果是不同的聲音 那越南方聽到的就是 欸你好像不是習近平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太大的必要 你這樣做只是把越南當成猴子再耍 那越南自己心理就很清楚嘛 他有必要配合你嘛 人家大勞院的跑來是看你耍猴的嗎 你們自己內亂然後你把我當猴耍這樣 你別忘了人家越南現在還是有親美的權利喔 他有親美的選擇 而我們透過遠景直播的鏡頭可以發現 越南主席後方還有一個攝影機對吧 他是正對著習近平的特寫鏡頭 所以我就搜了一下 確實啊中國有釋出短影片的剪輯版本 把遠景跟越南主席後方的鏡頭特寫 拍攝習近平的畫面剪在一起 這次白華首戰盜訪廣風 很有意義 那我們退一彎步來說 即便習近平真的被政變 或是被這個格林機槍打到 中共元老為了不讓全力交替 出現空窗期出現動亂 所以找了替聲跟AI換聲音 但這個現場的越南方全部都會知道是吧 AI與替聲只有在鏡頭下或是在遠方下 在後製之後才不容易被發現 如果我是中共元老 我才不會把習近平弄這樣 我會脅迫他裝正常 去跟越共主席會面 當然這個手段有非常的多 可能你到了美國找到習明哲去威脅他 有白白種可能不一定 前幾年有一位姓牛的中國網友 曝光了習明哲的一些資料 結果被判刑 幾年10年還是12年吧 雖然曝光個資犯法 但是今天你曝光一個平頭老百姓 甚至是你曝光一個外國人 你是中國人的話 中共法院會給你判到10年12年 說不定理都不理你 不然就是罰個幾百塊 象徵性的了事 你看巴黎長榮那個自稱是中餐主廚的中國員工 他曝光內部的資料 他人現在不也活得好好的 是吧 他有被判刑10年12年嗎 而且我做這個頻道 有時候必須要聽習近平講幹話 例如中共的十一國慶 元旦跨年講話 過年講話 或是他又去哪接見了什麼貧困人家 他有時候就會深情並茂的 緩緩的講話 通商寬衣 跟這次 習近平在會議上 與越南主席講話的語氣 都是差不多的 要知道 AI如果要復原 人類在不同場合下的 語境跟環境之下 要做出聲音表演的情緒 是有非常大的困難 我們可以從各種的AI影片 與AI歌手 甚至模仿原版歌手唱歌的語氣細節都可以發現 真的缺少了那一份真實的感情戰 所以我認為 100%這個習近平是本尊 而可以懷疑的是 他身體狀況確實搭不如前 甚至一些政治權力可能有被分散掉 但不完全是被架空的地步 也有可能是 但是習近平為了三年後 五年後可以繼續連任 先進一步的做出妥協 習近平分散的權力 也沒有到可以阻止 習近平四連任的地步 最近習近平發出的一些文章 都規劃到了2035年 整個國家的走向跟黨的方向 也就是 他如果身體養好的話 那他至少還有一個任期 可以讓小粉紅偷著樂 當然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這些謠言都是習派的人 自己放的風聲呢 利用恨死他的反賊們 去加大渲染 然後揪出黨 黨內還有一新的中高層 在將其一網打盡 你看先前不是放出很多 席下、李上的這種謠言嗎 結果李克強沒多久就掛了 一堆人落馬 開始肅清解放軍高層 國防外交的中高層 所以希望各位反賊們要知道 習近平還沒有完成 中共垮台前的任務啊 在這個之前他是不能走的啊 任何反對他的或許啦 齁 才是中共的改革派呢 像那個王大總統一樣對吧 你討厭的只是習近平 但你還是喜歡中共的體制 希望啊 中共千秋萬七的 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也清楚 習近平在位期間 對台灣發動武力戰爭的可能性 是最高的 但這或許是他沒有做好 充足的準備之下 而發動了戰爭 那這個之下 我們台灣人可能相對付出的代價 是會比較少的 相對於 像我昨天影片提到的 中共又換一個新領導人 換了兩個新領導人 弄個十年二十年 抹一劍走綏靖路線 跟台灣交好 只是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 但是各個方面面都讓台灣人 感覺沒有像習近平這樣的文跟武嚇 花個十年到二十年 歐美開始信任了 這個時候中國經濟又復甦了 是吧?一聲令下無頭 這個時候我們台灣人要付出的代價才是巨大的 肯定是比現在習近平大 付出的代價大個50% 但是俄羅斯最近逆轉的局勢 可能也撼動了習近平 而美國雙方的總統候選人 也是在推特上抹紅對方 那可見雙方對中共還是保持著一定的敵意 而抹紅如果在這個國家變成主流 我們不管是不是抹紅啦 或是真的他是親共的 那在這個國家來說 共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你才要去抹他 美國不管是誰上台 對中國政策是不會變的 只是誰更加的對中共打擊更大而已 而中共的倒台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如何不讓中共倒台之後 走向民主化的中國又走道退路 或是走向俄國那樣 明明蘇聯倒台了 但是俄羅斯還是跟蘇聯沒什麼兩樣是吧 那個骨子裡稱霸世界吞併他國的野心 一樣不減 所以他至今還是挨打 那我們也是要思考到這一點 不然中共倒台之後 你又來一個新中共 或是一個披著民主 像俄國那樣的中國 結果還不都一樣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次見了 拜拜